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硕 陈思成 大家都很熟悉了 这陆地上的油田四子声势浩大家喻户晓 但有人还不满足把钻井开到了海上 发现了海底油田油腻女明星 谁能想到外形清新可人的娱乐圈女艺人 也能被归入油腻行列呢 青春油年儿总决赛 拿了冠军的刘雨昕本应该是万众瞩目 没想到有人却发出帖子还得到了不少回应 大概就是因为这样比较刻意邪美一笑的舞台表演 到这两天 呼声最高的娱乐圈油腻女明星是菊静一 就是因为这样过于营造自己可爱娇弱的节目 表现 要是在微博上搜索油腻 关联的很多都是女明星 还在最前列的刘雨昕 本人在节目里表示最害怕出现的评价就是油腻 没想到越害怕什么来什么 油腻女明星这究竟是什么玄学话题 女团里被骂油腻的女明星可真不少 C位断层出道的刘雨昕 作为一直争议很大 一直很容易火的中兴风选手 外形犀利也无能力突出 人气爆棚随微出道 本来也是众望所归 最近她出了首新歌节奏病 大门头造型不可一世的表情 又有人骂油腻了 在广告片里 也可以日常看到这种轻跳的表情 女团骂 问可 磨嘴唇 歪嘴笑 都是常规操作 被骂过的也不少 许佳琪 在表演中过度使用问可 一秒眨眼五六次 路人表示 这真不是眼睫吗 要水给你要不要 论最后问可的还要属吴轩仪 在知乎问题 娱乐圈有哪些油腻女明星中 被提及最多的名字 槽点就是 她太太太喜欢 在表演中问可了 哪里有镜头 哪里有问可 当问可碰上用力过猛的舞台动作 就有点可怕了 被诟病之后 吴轩仪特意有回应过 说自己总在问可 都是为了抓住镜头 女团姑娘们 想要在舞台上抓下不多的镜头 展现自己可爱又撒又撩人的一面 这很正常 可再好看的动作重重复复 观众看了也会腻 有时候一不小心用力更猛 就是油腻警告 最容易被骂油腻的情况就是 只有吸引镜头的做做表情 没有说服观众的实力 表情是舞台秀的一部分 但也得多在舞蹈和肢体上下点功夫 能力够了舞台帅了 观众自然会记住你 做好动作享受舞台 而不是阐媒观众 效果会更好 一起弄着劲告诉大家 快看我有多酷多美 不如换成你看不看 我都又酷又美 还有很多女明星不属于女团 却也能跟油腻沾边 触碰到另一个禁区 就是过于自恋过度 娱乐圈大美女迪力热巴够美吧 一个不看镜头的耸肩背影 就能让人狭想万千 一张一姐美艳脸 一副属于成熟女人的性感身材 美而不自知的时候 一个招拍就能风情万种 另一个喜提最油腻女明星的 就是前不久 小八刚刚写过的《绝静一》 《绝静一》的刻意感是目前所有的女明星中最强的 微博里永远是同角度同表情的九宫格自拍 在节目里刻意假装自己食指不沾阳春水 柔弱到脸门都推不开 刀都拿不好 几乎要把四千年一遇的柔弱美女的几个大字写在脸上 可是一到私下见女粉丝 男友感必须拿出来撩 于是又有了这张著名的甜嘴唇名场面 另一个能与之一笔高下的或许是沈梦辰 主持人沈梦辰一直想走率型女汉子的人设 于是有了如下的骚操作 在咸鱼上卖沈梦辰原味的雪地靴 作为一个真性情女汉子二手卖家 洗鞋式是不可能洗鞋的 神更半夜 小区在小区外摆pose爬铁门 关键还得安排人在铁门里和铁门外给拍照 有着人手为什么不直接开门呢 再比如为了让自己美美的凹造型 不仅要把自己劈高劈瘦 还得把178厘米的超模刘文称成小矮子 为了显现自己的男友力 再对着女孩玩一波腿冬 看出来其中刻意赶了没有 过度自恋 无时无刻 身上每个毛孔都在告诉大家 我到底有多美 又或者费尽心思 凹出一个人设 然后用尽力气再说 快看快看 我是如此的可爱柔弱帅气 从这个意义上说 女明星被骂油腻和油腻男明星的本质是一样的 可以秀美 可以做作 所谓的工业堂经就是工业化的成分太高 它不是自然状态下的产物 而是出于需求端的需要 为了迎合观众疯狂营造自己的美貌和人设 结果却适得其反 逼得观众在油田里打滑求救 还有一种女明星的油腻感来自于影视作品 影视作品里的演技也是女明星的一面照妖镜 有些女明星平时看着挺正常的 结果一演戏 不知怎么就做作起来了 此处不得不提名我们的新女郎林允 近两年的林允 都给我们观众贡献了什么荧幕形象 英文定情里抽风的原香芹 她想要营造香芹的可爱 结果拿出来的绝技是翻白眼 撇嘴 歪头 拜托哈 香芹不是智障 只是蠢萌而已 好了 最近新开播的《彼岸花》 依旧是自恋又智障的表演 新女郎林允要今生为荧幕油腻女明星了吗 提到瞪眼派咱不得不提的还是我们的爽妹子 当郑爽还是出于心的时候 她可爱 不应是事 十年过去 她如今已经是全天下的最真性情的女明星时 她任何天赋形象你都得接着 演员的诞生 咬手指名场面 阿妩 不要放弃宝宝 再来到青春洞 一口生硬的北京话已经不足为题 大街上手舞足蹈 歪嘴 舔舌头的爽妹子 就问你想不想洗眼睛 看我就是可爱不做作 真性情 青春可爱究竟是几枚弄眼演出来的 还是立足角色本身由内容外散发出来的 爽妹子演戏要是还这么放飞自我 当年的滤镜真的会碎干净 为了演出某些人物的某种状态 不是走心走情绪 而是用夸张的脸部表情去演示 这是油腻感的来源 演技的油腻本质还是过于关注自己而非角色 娇柔造作的装可爱 用力过猛的凹造型 在乎观众对于自己的看法 而不是根据角色本身去思考人物的状态和动作 才会给观众造成一种腻到胃里的不适感 随着油腻玄学范畴的不断扩充 男女明星在油腻上翻车的几率已经越来越高 总结来看 男女明星的油腻有诸多相似的地方 男明星的油腻帅而自知的凹造型 爱说叫的爹味 把霸道性骚扰当撩 刻意向观众秀自己的帅气 传递自以为很优秀的价值观 女明星的油腻对着观众迎合讨好 刻意向观众展示自己的美貌 真性情 少女感 关键词都是过于自恋求关注 但油腻与不油腻都是会流动的 女明星容易翻车也很容易去游 比如杨幂 硬凹少女感的时候会被骂油腻 私底下和油腻男明星相处的时候 爽朗大胆又清新的 仿佛洗洁精 模仿陈思成的自恋 模仿完还不忘吐槽一句 做做 他本人刚刚的油腻pose一下子就被消散了呢 那说了这么多 是不是任何女明星都会不小心跌进油坑呢 还是有正面案例的 有一些女明星她们也会撒娇 会自恋 却从来不会被骂油腻 周迅 周迅的少女感和娇憨是浑然天成的 而不是凹出来的 一个嘟嘴闹脾气 只会觉得娇俏可爱 即使三十多岁 演少女也一样灵动而不刻意 因为她的关注点不在自己不在观众 而在于角色本身 毕竟西外的她 只是一个普通市民周女士 王菲 王菲这个人很拽是众所周知的 她拽自恋 又不可一世 日常在记者和观众面前怼人 自夸自己歌唱得好 撇撇嘴表示自己最大的烦恼是太红了 表情欠揍嘛 欠 但是不得不服 她不被骂因为把心思都放在了自己的表演和音乐作品上 对业务足够自信 红而自知 有底气 她的女儿窦景彤也是一样 当别的女艺人在大冬天的舞台里秀身材的时候 她穿了件军打衣 认认真真唱歌 感觉冷了也不介意 显露在表情里 唱开心的就脱下帽子 管她头上好不好看 她的关注点不在媒体 不在观众 不在自己 而在音乐 换句话说 专注在自己业务里的女明星是不会油腻的 反之对观众可以迎合她好 时时刻刻关注着 我够不够美 够不够少女 够不够俏皮 硬拗不适合自己的人设 疯狂营销最容易翻车 好在油腻只是一时的 女明星们少点做作 多点真实 磨练厌务 去游成功并不难 ánd conclude 超 找 cama う 对 你 秋